平等的爱心来爱护每一个学生 我们都词诵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的经体 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历世练心 我们经历每天教学的因缘 我们练出真心来 这叫随缘 随我们教学的缘 妙用 妙在哪 才能起到自我的体力 我们在教学的因缘当中 心地越来越清净 不足明文力啊 不落学生不好的这些行为印象 心地清净 不会翻旧账 用心如静啊 有情绪啊 就不清净了 所以古人留这一句用心如静啊 让我们感受啊 真心的状态 用真心啊 所做的事都是积功累得 我们这一生 真道业要成就啊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那我们用真心做的事情啊 在五轮关系啊 在私生关系里 这个都是积功累得啊 这是用真心啊 我们用的忘心啊 用的分别执着 用的情绪啊 那变成是造罪业啊 所以这个一念之间呢 差别很大 所以大学之道啊 在明明的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什么时候在行大学之道 就在我们教学的现况当中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我们的大学之道 卢萨道在哪里立想 每天的教学现况当中 像上一次 我们有提到这个霸凌的问题 霸凌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静缘 那诸位老师们呢 遇到学生霸凌啊 好事还是坏事啊 这个令我们的心了啊 假如遇到这个事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这个心就不清静了 心就情绪上来了 这个随这个缘就妙不起来了 今天刚好跟同仁在交流啊 刚好说到 这个刘树云老师 这个刘树云老师得红帆性郎昌啊 好事还是坏事啊 这个佛陀前身忍辱先人呢 遇到歌力王啊 好事还是坏事啊 这佛陀的表演啊 我们前辈刘老师的表演 这个有没有给我们启示啊 我们先若好坏啊 自己就很容易起情绪了 因为一起好坏啊 分别执着念了 就上来了 其实只要我们用了真心啊 任何事都是好事 你看遇到 这个得了那么重的病了 那一般人觉得晴天比利了 那不去分别的啊 平常心对待 病好了 而且是念佛念好的 那给好多人信心了 所以我们首先不能动情绪了 才妙得起来了 那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那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然后他过去制止了 接着就叫这个要打人的同学 你待会到我这个校长室去 好学生要打架了 好事还是坏事啊 假如这个校长先动气了 那可能结果就是另外一个发展了 这陶校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有定力啊 他去了解了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好后来回到校长室了 他首先就跟这个学生说了 你来了挺准时的 这个没有拖延 我刚刚叫你别打人了 你就停下来了 代表你很尊重我啊 再给你一颗塔 我去调查了 他刚刚你要打那个同学是他欺负女生 你打抱不平啊 你有正义感 再给你一颗塔 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学生 在这三颗塔的过程 他刚来的时候是 这个战战兢兢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结果看校长都是看他的优点 一个人犯错了 结果别人都还是看他优点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不好意思了 所以馈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 这个馈是我们用真心去对待他 让他很自然产生善根 这个馈之不是说 我今天非得让他道歉不可 非得让他认错不可 这个心态不是很柔软 我今天非让讲课讲到他流泪不可 这个都不妥当 心态上都不妥当了 那这个学生接到第三个档 校长就是看到他的优点 大家看这个曹校长 理静诸佛 称赞如来 修得不错吧 普贤行是性德 他没有用情绪 他都是顺着性德 在尊重 在肯定这个孩子 一个人被尊重被肯定了 他的善根就流出来了 所以他说校长 我错了 虽然这个同学欺负女同学 可是我也不应该打他 结果这个陶校长说了 你已经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来 再给你一颗糖 这个叫即时肯定 我们说七个即时 这个七不是数字 可以延伸开来 即时肯定 即时说明 即时沟通 这个即时遏制 含有什么事情 都有时节因缘 即时道歉 大家去感受感受 没有那个即时 之后再做的时候 效果会大打折扣 甚至于会让人家觉得 不是很真诚 你怎么事后再来做这个事情 而能够即时 也是我们的真诚心 能提得起来 可能当时候面子 可以放下 情绪可以放下 那这个是陶校长 这是现代人 所以我们教育界 有不少榜样 我们都可以效法 那刚刚提到了 我们不要遇到事 觉得是坏事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霸凌也是个缘 谁这个缘 我们用到真心了 很可能犯错的学生 是过了 被欺负的学生 懂得宽恕包容了 甚至还延伸到 可能双方的家长 都能在这一件事当中 有所启示 那这个叫至他受用了 好 那我们也感谢 我们经老师 他有就上一次课程 给了一些回馈 这个叫即时回馈 他也很有教学经验 他就有提到 面对这个霸凌 可能还要考虑到 这个孩子的年龄 比方说幼儿园 可能孩子只是觉得好玩 起哄 他是非还不是分辨得很清楚 他可能连霸凌两个字 啥意思他也不懂 这个是年纪小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年龄 老师对他来讲是很崇敬的 在这个时机点 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引导他 古人说心平气和则能言 我们心不平的时候 有情绪的时候 先念佛 先不要急着说话了 好 那假如是国小发生这个事情了 那可能还是一知半解 但这孩子当中 可能就有带头的孩子 那就是这个是客观去了解 时期的情况 那可能这个带头的孩子 就是辅导的重点 那也是在这个机缘当中 好好引导 好 那假如是国中时期了 那老师也得了解双方 做对做错的地方 当然国中时期 在所有学生年龄层里面 应该是国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算是比较难带的 大家认同吗 在那个时候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然后他还希望你把他当大人看 然后又有荷蒙的影响 他的身体的这种变化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处理 要有很高的情商 现在有情商来处理好 那可能这个过程 还要跟家长这些来沟通 我们上一次也交流过一些原理原则 好 那他还有分享到 这个家长只重视成绩 那他可能是他教学 也有体会 就是这个 很多成绩不好的孩子 并不一定没有潜力 他只是调皮而已 我们能够 适时的去引导鼓励这个孩子 甚至能够带动一些成绩好的同学 来辅导这些成绩不好的同学 这个就形成一个班级的氛围了 那老师带头关心 照顾这些成绩不好的 又带动同学们 那你看 学生成绩不好 也是个缘分 你能让整个班级形成互助的气氛 我自己感觉接触过的学生 成绩好的 难免都会骄傲 瞧不起那个成绩不好的同学 你不适时的引导这些孩子 但是这些孩子往后也很没有福报 甚至都有可能会招来厄缘 曾国藩先生说的 加败 败在一个奢制 人败 败在一个义制 放义了 出陀了 讨仁宴了 败在一个交制 他假如成绩好 有才能的 他一骄傲 他人缘会很不好 好 那这个经老师也有提到 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说 假如你生病了 遇到医生 要帮你开刀啊 要帮你开刀啊 你是希望是 有得行的 的医生 又医术不错的 还是没有得行医术很高的人 来帮你开刀呢 当然这个是贴近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了 那当然福田新根呢 我想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有福报的 福报到底怎么来的 福报到底怎么来的 这个能搞清楚啊 所以我们在教学现况啊 因果教育啊 不可少啊 这个因果教育啊 使人不敢作恶 而且因果教育教导的年龄越小啊 他越容易相信 零零大了 思想比较复杂了 那他不一定很能相信了 因果了 那其实二十五史啊 就是一部因果史 那我们先人呢 很慈悲啊 在二十五史里面呢 挑了很多因果故事 编成了历史感应统计 还有续编哦 我们台中联社 徐起民老师啊 有这样历史感应统计啊 翻成白花 这个很方便啊 我们学习 甚至于啊 我们在讲孝道 在讲伦理道德的时候啊 也要把因果融进去 对孩子的 这个震撼会更大 印象会更深 你比方笑 敢什么好的果报 假如班上 大顺的后代很多 那一定举大顺的例子 你看看哪个姓氏多 你看德语故事里面啊 你看笑道的故事啊 就有九十六个了 你假如讲的都是 同学们的祖先呢 他可能听完之后啊 就生不息了 你最后再加一句 无念而主 欲修绝德 要念着祖先的德啊 要效法 这个 善与恶之间啊 得的果报 你把它呈现出来 差别很大了 你看爱护生命 历史当中 同样宋朝 同时起的 将军 一个是朝兵 一个是 这个朝汉 这个朝兵很仁慈啊 你看要攻南京的时候 他装病啊 其他的将领 去关心他 他说我的病 只有朱卫将军可以治了 那军人都讲义气嘛 那没问题 进城之后不滥杀一人 所以武将后代好的不多 这个朝兵的后代 发展得很好 他的孙女啊 都当到皇后了 那朝汉呢 他九宫一个臣 宫不下来 后来就很生气啊 后来宫破之后啊 就屠臣了 杀了好多人 结果到他的孙子的时候啊 就已经呢 沦为乞丐了 我们都熟悉啊 汉朝有个非将军叫李广啊 他可能他的手臂特别长啊 死在他见下的人呢 几百上千啊 但是他的官位都比较低 后来遇到一个高人啊 他就很 这个有不满嘛 他说我的军工都超过这些人啊 怎么 怎么 我的职位都比他们低 后来这高人跟他说了 你是不是曾经 有杀过很多人 他说 曾经有几百人投降了 曾经有几百人投降了 可是我都把他们杀了 人家已经投降了 你应该爱护他了 居然还杀戮了 居然还杀戮了 所以他得的国报啊 他的福禄就 大大打折扣了 到了他的孙子李灵 就被租 祖了 李灵投靠匈奴啊 最后就整个家族就被 汉武帝给诛杀了 哇 你看这个鸡不善之家 杀业太重了 会有鱼秧的 所以这一部历史感应统计啊 可以放在诸位老师的桌前 有空呢 翻几个故事啊 应该会给自己灵感 像刚刚陈德就想到了 在南北朝有一个读书人 叫殷坑 好像是智子村 他呢 有一次啊 宴请宾客啊 结果呢 有一个服务人员啊 就忙东忙西的 他看了呢 就有点不忍心啊 他就沉了一杯酒 拿了一些食物啊 这个书上是写 拿了一些肉 我说拿一些食物啊 因为讲肉啊 人家会弱印象 我有一次跟大众分享的时候 我说哎呀 一个人睡不着啊 搬来覆去啊 像煎 本来要说鱼 像煎饼一样 我们讲东西要考虑到 弱印象还是有影响 我们在讲学当中 敏锐到一个字的用法 这样我们解决性啊 就会高了 在这端了一杯酒 又拿了这个食物啊 请这个服务的人员吃啊 这些宾客啊 就笑他嘛 就觉得他的行为很怪啊 他就说了 你看我们在这里吃的这么高兴啊 他忙忙碌碌忙了 可能是一天了 只要都不能尝到这个食物的味道 他故意不去了 请他吃了 他感觉对仆人的尊重 结果后来啊 侯井之乱呢 他被这个贼寇啊 眼看抓住有生命危险 突然有一个人过来啊 奋不顾身救他 救了他一命啊 他很感谢啊 说哎呦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你怎么这个舍命救我啊 他就说啊 我就是曾经服务过你啊 你还拿酒给我喝 还食物分享给我 你看你善待一个人 你呢 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所以这些例子啊 我们 適当的音缘呢 都可以讲给同学们听 好 好 我们要知道了 众生善根呢 不可思议啊 可能我们一个因果的故事啊 就让孩子深深扎下 愿意断恶修善之心啊 诸位忍者啊 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坚定断恶修善之心 是什么时候啊 我是遇到老额上啊 我才知道这么做 代表我已经造业二十多年啊 诶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善根的啊 没有遇到老师呢 很高度强调这个因果报应 没有遇到啊 不然应该会 敬畏心会起来 所以我们讲这些 因果道德的故事啊 把孩子的羞耻心 敬畏心 甚至是勇于改过的心啊 都能够唤醒啊 学生会有善根呢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啊 我们当然不是在讲台上 才在弘扬圣法 欲亲戚朋友啊 有缘相聚的 其实 这些因果故事还可以多讲啊 那我们 做法布施习惯啊 我们讲学啊 就会 如有神助啊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嘛 我们假如说只在讲台当中震惊震惊 下了讲台 就乱开玩笑啊 我看在讲台上也会出错的 无量寿经说 不兴事语啊 要再正论 那我们要养成习惯啊 一开口啊 就符合经教 不能 不能 冷消微 我们明了 我们在台湾成长的背景啊 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我们外在的环境啊 因为 接下来 下一段叫 过能改 归于无啊 唐眼视真一姑啊 这个人不能改过啊 有时候是被风俗所影响啊 哎呀 台湾这个 综艺节目啊 这个冷消微啊 很会念这种 不震惊的话 揶于别人的话 听着听着有时候受影响了 不知不觉啊 不知不觉啊 清漫别人啊 就要跟普贤行不下约了 普贤行第一个 李敬中国啊 这个 有看到 在湖南 有一个地方呢 叫永州 有一个屠夫啊 我们今天 学佛了 一看呢 这个人是屠夫啊 我们可能就落一个印象 哎呀 杀业真重啊 你可能马上那种 评判就起来了 哎 屠夫也有善根很深厚的 总在寓言不懂啊 他还没遇到缘呢 啊 啊 这个 姓张的屠夫啊 啊 他 家里附近啊 刚好有佛事啊 所以每一次敲钟啊 啊 木骨 成钟啊 啊 啊 这个早晨一敲钟啊 啊 他就起来工作了 啊 啊 就杀 杀猪啊 啊 啊 结果呢 有一天晚上啊 这个佛事啊 啊 这僧人呢 居然做梦啊 啊 那个敲钟的人 梦到什么呢 梦到有十一个人来求他 啊 求他救命啊 说你可不可以 明天不要敲钟啊 哦 那这个 僧人呢 做这种梦 他也觉得 哎 有蹊跷啊 啊 平常都没做梦 突然做这个梦了 哎 那天隔天早上没敲钟 结果没敲钟啊 这个张屠夫就睡过头了 哦 睡过头呢 发现了 他要 凌晨 这个早晨要宰的这个猪啊 生了十一只小猪 啊 他假如宰了 可能是十一只就 就都死了 哎 这个突如想啊 怎么搞的呢 怎么可能佛事不敲钟呢 他就去了解情况啊 人家告诉他 梦到十一个人来 求救命啊 哇 他很震惊啊 他就 不做屠夫了 开始念阿弥陀佛了 好 念了十几年啊 念到欲知实至啊 然后往生啊 肉身没有坏啊 当地百姓啊 建了个小庙把他供起来了 这个 假如有大陆同修听到这个故事啊 刚好是你们湖南来一个小庙啊 这个可以给我们 打个pass 告诉我们 到时候有姻缘去了啊 还可以去 拜这位阿维悦智菩萨 你看他杀猪造了多少杀业啊 可是你看他的善根也不可思议啊 他已经念佛了 佛是大慈父啊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啊 哪有说我们想回家 阿弥陀佛不来接了 不可能的 不会嫌弃我们 曾经造过什么业啊 好 所以这个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好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啊 我们以前造多少业不怕 好好念佛啊 感应道教欲知实至了 啊 文我名号 极致悔过啊 我一道做善 辩持经见 愿生我差 命中不复根三二道 你看这是阿弥陀佛法的愿了 这一位屠夫啊 正名了 给我们信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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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再看下一句 见仁恶及内省啊 有则改 无家景 这一句啊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在一切静缘当中修什么 修真心 修清静 平等 绝 但是这一句做不到啊 心很难清静 我们见仁善及批评啊 我们见仁善及批评啊 清静不了啊 可能还要造口业啊 哪怕你跟这个人关系不好了 都不能骂他 这才是我们的修养啊 常理举药啊 交浅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啊 交浅延伸啊 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哪里好分寸啊 大家有没有经验 跟人家讲了秘密 后来被说出去的气了半死啊 别气啊 行有不得啊 返求诸己啊 这个 才能经一世长一世的 不能都是 责任都往外推了 都忘了 其实根源在自己身上啊 那绝交不出恶言 那比方 团体 可能有流动啊 这个同仁离开了 你就批评他 你常常批评这些离开的人 你说留下的人听得怎么样啊 哎 我们言语的态度啊 尤其领导人啊 就形成一个团体的氛围 你这个氛围是都是称赞人 还是都是批评人啊 那完全不一样的气氛啊 离开的人 我们能反思 是不是我做的不足 我们团队有什么缺乏 所以才离开了 都能得到歧视啊 你一骂了 这个话又传到他耳里面了 那就 这个语言就破了 古人说啊 好 这个 这个善始不如善终啊 一开始好啊 后来是破脸不好啊 这个哪怕离开了 都保持一个平和的状况 善终啊 可能就下一个好的善始了 而且这个领导者 我们在论语当中也看到 这些圣王交给我们的 万方有罪啊 罪在正宫 哦 不然都落到骂人 落到情绪去啊 那这个 对自己对团体 这个负面的影响了 那六祖大师也提醒我们 若真修道人呢 不见世坚固 那怎样才不见世坚固啊 这一句就是具体指导我们了 尽人家的恶啊 尽人家的恶啊 我们能够反省自己 唐代宗先生有说 他有三面净子 以同为敬啊 正一观 以死为敬啊 知心替 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 一个朝代的 兴衰 可以从历史里面观察 当然这个历史人物啊 都会给我们教训 每一个朝代 新跟衰 对我们的团体啊 都是非常好的提醒 那以仁为敬啊 可以名得师 那这个以仁为敬里面 也有包含我们下面讲的 啊 文遇口 文过心 直量是 见相清 啊 真观之志 成就的因素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 唐太宗肯肯那见 未真敢见 一些臣子敢劝劝 这个圣事就起来了 当局者明啊 旁观者清 那别人属于旁观者啊 我们还能接受那个圈 那我们想一想啊 谁最了解我们啊 啊 父母啊 啊 这个另一半呢 最了解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那见呢 首先要在哪里练啊 在最近的人练啊 他们很了解我们 那比方我们检查检查呢 哎 其实这每一个句子啊 要跟孝道结合起来 因为我们与人相处的 行为习惯呢 源头在哪里啊 源头可能在跟父母相处 哦 比方说 不能包容人 有可能呢 我们心里放了父母的过失啊 放不下 那我们就 对别人也会是这样啊 哦 所以人际关系你真的要解决啊 有可能还要回到跟父母的相处 而跟父母相处啊 是开发我们的信德 传统化的两个目标 哎呀 我们教学我们要很清楚啊 我们教孩子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目标 帮助学生恢复父子有情的天性 可是重点来了 我们要帮助他 我们自己要有身教 哎 我们自己要先恢复父子有情的天性哦 哇 我们恢复了 我们讲出来那个言语啊 就让学生感受到 老师对自己父母的恩德念念不忘啊 啊 大笑终生慕父母啊 啊 老师一谈到父母恩呢 啊 眼泪 自自然的都留下来了 啊 那个真情流露啊 触动孩子的善根啊 啊 啊 那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父子有情 延伸到 对兄弟姐妹 对家族 对邻里相达 啊 再到凡是人皆需爱 延伸到对众生 凡是物 急需爱 这两个目标 那我们老师都要 神教 所以我们在感受感受 见人善 首先我们有没有见父母的善 这个我们恩德最大的父母 他们身上的优点 我都没有好好去效法 你说我能去效法更远的人的善吗 文过心 那父母劝我的 我都不能欢喜这种 那我能去接受更远的人吗 那这个我们呢 都不是从小学的 我们这是成年才学的 所以我们成年前的那个惯性是很强的 我们警觉性不高啊 我们真的在教学的时候 处理事的时候啊 还是学佛以前的那个习惯会比较强 拉过去的 除非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醒自己 比方说在讲座上写着 素额不作 性额好骨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斗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你每天看每天看 那个提醒自己的效果就 就越来越深了 所以我们不是从小学啊 那个警觉性啊 要自己不断的 培养起来 提醒自己 陈德也曾经跟我们院长提到了 我们组织虽然不大 可是我们警觉性不够的时候啊 每一个朝代拜王的原因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在我们团体里面啊 对啊我们 以史为敬啊 历史也是一面敬主 我们想一想这个朝代拜王的时候啊 这其中的人都不是没读书的哦 甚至书都读不少了哦 可能还比我明理耶 可是他在那些境界的时候 他也迷糊了 好 所以我们不要看着这些历史人物啊 哇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呢 好我举一个例子吧 大家一定认识唐玄宗 好像有人没反应啊 一定认识杨贵妃啊 你看唐玄宗哦 昂玄宗是创了《开源之志》哦 那个《开源之志》的时间没有输给真观耶 哇那我办不到 哇他能创《开源之志》 可是后来他这个傲慢起来了 哎 然后又遇到杨贵妃了 差点把长草断送了 引来了《安史之乱》了 哎 那唐玄宗的《开源之志》 你说他能力强不强啊 也不简单吧 所以 当我们看别人犯了严重的错啊 我们没有内省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 我才不会这样呢 哦 会讲这样的话的人哦 very dangerous 非常危险啊 真的是这样啊 哦 所以 这个唐朝诗人 杜牧 他有一个 阿房公父 他后面几句话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啊 提到情人 不暇自哀啊 而后人哀之 你看他朝代那么短啊 就灭了 还顾不上 在那里哀悼啊 后人哀悼他呢 可是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没有以 秦朝为戒 或者没有以这个 那秦始皇啊 子英啊 秦朝的这些 这 几位君王为戒 亦死后人 父爱后人 可能后面的人又在 笑我们啊 我们是后人嘛 我们笑全面的人 没有引以为戒了 我们还是犯彩色名利啊 唐玄宗 唐玄宗 他都 还是犯了 女色咧 能创开元之志的哦 所以古人 他是战战兢兢啊 还没有到最后一口气啊 不会掉以轻兴的啊 我才不会像那个样子的 这个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度目啊 这几句啊 很有道理啊 那 我们看历史当中啊 每个衰败 宦官专权 大家别着相啊 宦官现在哪有宦官啊 代表什么 啊 皇上身边的人 哦 所以你一个领导者啊 离你比较静的人 啊 他常常跟你咬舌根 哦 你 你耳朵比较轻啊 你耳朵比较轻了啊 你可能一些残言就听进去了 所以一个领导者啊 所以一个领导者啊 对待你身边比较静的人 你不只不能宠爱啊 还要比较严格 不然他们会什么 骄傲啊 嗜宠而骄啊 我们 有一个词叫 胡甲虎威啊 是吧 他在皇帝旁边啊 就 走路有风啊 说到这里啊 当领导 不好打嘛 你不只要护好自己啊 你还要护好身边的人啊 才能把事做好啊 为君难啊 当然为臣也不易啊 是吧 伴君如伴胡啊 你要劝谏也是 也是 要提心调展的啊 好 所以要谨慎身边的人 亲近的人 而我们算领导身边很近的人啊 应该要珍惜领导的赏识 这个重用 要念这一份知遇之恩啊 更要代表领导 更好去爱护团体的人啊 你还恃宠而骄了 那 不是糟蹋了这个领导 对你的栽培了吧 人不能在境界里面迷糊掉了 这不是恩将仇报啊 这个恃宠而骄也是一种习记啊 你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你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会掉下去的啊 陈德在小学五年级啊 就感受到世丑灰焦啊 我们老师生小孩了 来了一个代课老师啊 对我很宠爱啊 我开始拔木了 所以小说就看出来 这个刑器很重啊 一些好朋友啊 都不愿意跟我交往啊 你看太浇满了 后来有反省了 稍微调整了一下 这个四大烦恼藏香水啊 这警觉性不高啊 他起作用了 这傲慢了 这个佛门有一个公案啊 这个佛头有一个大弟子啊 已经证阿罗汉了 叫毕灵且啊 证了阿罗汉啊 结果呢 横河女神啊 来给佛头告状了 佛头啊 你那个弟子毕灵且 太傲慢了 我前世是他的这个婢女啊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女神啊 横河神啊 可是呢 他每一次要过横河 这个 横河小丫头啊 就这么叫我啊 哎呀太不尊重我了 他太傲慢了 这佛头啊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已经证阿罗汉了 他没有傲慢了 来来我请他出来给你道歉啊 他把毕灵且请出来了 毕灵且一了解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喝喝小丫头 对不起对不起 他心上没有了 他还有那个习气啊 就好像那个酒啊 你把它都蒸 蒸发完了 一滴酒都没有了 那个酒瓶还是有味道 哎呀 哎呀阿罗汉没有傲慢了 习气还会伤到人啊 更何况我们现在傲慢还没去掉啊 我们不警觉观照自己的心念呢 很可能就会伤到人了 我们已经学佛了 我们已经学佛了 我们的目标是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性 假如我们又已经受了五戒了 那第一是不杀生 不恼害众生啊 那不恼害 那你所在的地方不能 因为自己的习气啊 让人生烦恼啊 这就犯了杀戒了 第二不偷盗 不语取 老和尚开解 不占人便宜啊 这才是 不偷盗就是义嘛 不义的行为不能做啊 占人家的便宜就不义了 这就是道心 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呢 这个工作啊 要多承担啊 不能 一有工作啊 都推给别人啊 这个也是占人家便宜 这个持五戒啊 都要在这些地方啊 去落实哦 好 所以这个 第二 我们 调伏这个四大烦恼啊 要 敏锐度 关心为要啊 好 不怕念起 只怕厥词 跟心念跟四大烦恼相应呢 赶快要念阿弥陀佛 调整心啊 第二呢 外妻专政 皇后的亲人 都会有亲戚关系了 哇 一下作诈啦 都是他家族的人啊 就不公平啊 他的大权独揽啊 你一个团体里面 都是谁的人啊 这小兴啦 这小兴啦 这对团体的影响很大啦 好 当然说 假如都是谁的人 各个都是大公无私啊 这个叫君子之党 那问题不大啦 假如都 哇 都是谁的人啊 那彼此都是护着啦 那被关关相护就麻烦了 我有认识企业家 他太太能力很好啊 他跟他太太的认知就是 他不进到公司里面来 大家想一想 他的太太一进来 会开始发生什么事啊 哇 好多人 那董事长的太太啊 嘎嘎嘎 过来啦 所以你看古代说 后宫不得干政啊 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不会犯那些错啊 古人 读书比我们多 定力可能也比我们高啊 他们在那些境界都忍不住 所以长孙皇后不简单啊 他跟唐太宗说 你不能把我哥哥的官位提得太高 唐太宗很生气啊 我就是要用他 长孙皇后一直压一直压 这是有智慧的女人啊 她能防围杜鉴啊 我们当领导人啊 真的要防围杜鉴啊 不然啊 都要收拾残局啊 任何事情啊 要胜于死啊 那你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后面再来收拾啊 这个都非常累 而且牵扯的面多 甚至于会影响团体的信心啊 一件事要成啊 一定是用对人 其人存 则其证据啊 只要那个负责的人错了 这件事要成啊 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别存着侥幸的心啊 孔子讲这些话 是不给我们含糊的空间啊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我们做一件事想很快 呈现一个结果给人家看 这就是欲数 这就是见小利 成果出来 人家赞叹啦 人家肯定啦 这样的心态啊 这样的心态啊 有这种耗鸣的心啊 耗鸣一定会作假 这个都会很自然就发展成这个 这个局面的 一切法重新响生 只要耗鸣 发展出来一定会作假 甚至于会 亚苗助长 哦 让学生要做到什么 那当下 也不是给孩子好的教育啦 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呢 上面要来检查了 哇 一两个礼拜 连政课都不用上了 赶快搞个科展出来 搞个什么东西出来 好 硬弄出来的 弄完呢 丢到仓库里面去了 哎 请问我们的学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学到啥 教育是随时随地的啊 哎 我们不能都落在 只是自己的世界里面啊 我们要能感受到孩子 他看着我们父母老师 这个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一个母亲假如客人要来的时候 才整理房间呢 房子了 那你说孩子学到什么 有人来的时候再说 那不是人前人后就不一样了吗 好 结果你看 早孙皇后 死得太早了 三十几岁去世了 他的哥哥被重用了 就弄全了 最后他哥哥也死得很不好啊 好 再来 你用的臣子权力太大 奸臣当道 乾隆啊也不算太糊涂啊 可是他用了一个和生呢 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呢 你看清朝到和生之后就 也是拜得很厉害了 啊 我们要了解啊 一个风气不好之后 你要再把它扭转就很辛苦了 好 那这个 我们刚刚举到长玄宗了 那你看一个团体里面 有贪念女色的问题 而且你一个领导人呢 只要犯了这个了 威信全无了 这个团体可能就败掉了 哇 甚至于是讲课的老师 那你说那个对圣教负面的影响 那就很大了 包含君王 你刚愎自用 你不听 这个下属这些提醒 而且 低线的人呢 他们的情况 下属要上他 要清楚情况 不然有可能这个决策啊 啊 就会下错了 所以为什么 古代皇帝叫天子 因为他最大 他还有上面觉得有人在管着他 啊 天子啊 上天在看什么啊 不然一个人上面没有上的时候啊 他是很容易教终的 没人管他了 谁都得听我的 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好 那这些 包含团体里面啊 我们看历史当中有 横党之后 一个团体啊 形成两派 互相在争 互相在指责 那这个也 对团体的 杀伤性很大 唐朝 牛里党真 不能意气用事啊 我们一切要以 人民为重 以像我们是教育的 以学生为重 以这个众生的会命为重 不能意气用事 我自己啊 教书的时候啊 我就遇过了 这个 校长 面对一个 老师啊 劝谨他 他没有接受 结果搞的呢 团体变成一个是有校长派 一个是呢 反对校长派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 遇过要选边站的局面啊 一个团体不能搞到 要选边站啊 哎 那 我们两边都不在啊 其实啊 这个校长啊 能接受 这个老师啊 他的个性啊 比较耿直 讲话的时候啊 可能比较硬一点 可是你假如能纳他的剑啊 整个学校的人心就被 被你给凝聚起来了 所以文过心啊 太重要了 这一点没有做到啊 哇整个团体的局面啊 差别太大了 不接受了 变成两派了 接受了 万众一心了 那这个是从历史 那我们 见仁恶啊 见仁恶啊 即内行 有则改 五五加九 有的话呢 要改 其实啊 要发现自己有啊 也不简单 那是一个习惯呢 都能拉回自身来 有一个故事啊 讲到了 这个官公啊 他很正气嘛 他发觉一个人啊 特别会拍人家马屁啊 都给人家戴高帽啊 结果这个官公啊 这是民间故事啊 官公呢 就看这个人很不妥当的 就把他抓来了 抓来的时候啊 这个人就说了 说官公啊 这个那些人都是 他就喜欢听我这一些啊 他喜欢听啊 我才给他戴啊 像你啊 自大自刚啊 你就不用戴啊 哎 官公听了就把他放了 哦 我们就觉得 给人家戴高帽 这不好啊 真的人家给我们戴高帽的时候啊 我们能警觉到不对吗 这个别人的恶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现前的时候啊 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察觉的到啊 所以明朝一位大鲁啊 杭金川先生说到了 须客客检典 自家病痛 病痛就是毛病 这个都是他们修身的心得 客客就是 时时刻刻不能断 盖 盖所物于人 许多病痛处 我们 讨厌别人的这些毛病啊 若真之反己啊 啊 则色色有之 我们能够 内省啊 反己了 色色就是没有一样没有 就是 你很讨厌的那个人 他的那个毛病啊 我们 或多或少 可能还是有 可是我们能看到自己也有啊 这个气就不会那么大了 甚至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而这个客客啊 就是 我们的习惯是向内 就容易察觉我们的不足 因为 假如我们是向外了 那也是一种习惯 公于论忍者 察己必输了 我们常常去论别人啊 养成习惯之后呢 我们都是向外看 那我们向内的 这种功夫啊 自然就会比较弱了 刚好跟一个同仁 相处了几天呢 交流到 家里的一些事情 夫妻之间呢 孩子教育啊 甚至于跟父母相处啊 盘的过程呢 哎 我有感觉到啊 她的习惯呢 把责任都推在 家里人上啊 她在叙述事情的时候啊 避重就轻 自己责任部分呢 轻毛带血过去了 家里人那些情况 重重的去处了 这样呢 不容易在经历的事当中 看到自己的问题 比方 她说我劝我爸爸 我爸爸起情绪了 很生气 还推我 那这个叙述都是她爸爸很过分呢 当一个人 你经历的事你都是这么去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有很严重的地方要调整吗 就很难了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一个人能把父亲气成这个样子不简单 是吧 你都叙述在父亲的动作了 一个父亲能气到要推他儿子 你那个话也是太武力了吧 或者太不给他面子了吧 清有过见死根 疑无色柔无身 见不入月复见 我们得对照对照这些部分 所以老和尚常说修行修正行为 我们是有很多行为 它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其实我们要 落实地止规这些句子 可能那些习惯我们都要突破才行 我们那种水洗的心不够强 我们想见人善要及时起也不容易 那我们可以观察自己 我们有没有常常很自然的 就能水洗赞叹别人的好 自己的行为的习惯 自己要观照得很清楚 才知道怎么去修正 所以我们习惯把责任 一叙述了都把责任推出去 这也是一种习惯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要说 他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 他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 我们一听 马上重视了 耳朵竖起来要听了 这是老和尚的用心良苦 我们不把这一句放在心上 我们要往内反省 不简单了 所以有则改了 无价景 为什么说无价景呢 现在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 我们阿赖耶士有很多种子 我自己有接触过团体 比方说这个领导很强势 脾气很大 底下的人呢 压力很大 结果呢 这个领导掉走了 从底下呢 掉了一个主管上来了 这个掉上来的呢 当时候是 很难忍受啊 领导的强势啊 结果他上来呢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所以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容不容易啊 哎 不容易哦 哎 这个真的要做 都要下功夫的哦 你看子供有一天 看到老师说了 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啊 无异欲无家诸人啊 我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 我也不这样对人 孔子说 非而所及也啊 哎 子供啊 你还做不到啊 啊 啊 所以江家人你先问己啊 己不欲其数矣啊 这也是很有修养啊 我们就不说别的吧 今天有人 控制要求你啊 舒不舒服 不舒服啊 好 从今以后 我对人不控制了 不要求了 做得到吗 比方说人家给我发脾气啊 很难受啊 好 我从今天开始啊 不对任何人发脾气了 哇 你是贱人恶极内心 然后好 因此为戒 我不给人家发脾气了 哇 你看 你就上一层楼去了 好 所以我们要调伏这些习气啊 不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啊 所以不要去见人恶啦 不然我们的时间精力 都分散掉啦 子供口才最好啦 口才好也容易逼别人啦 当然我们 子供可能是极乐世界再来啊 配合孔子演戏的啊 这个这个我们都 感谢他们的表演啊 孔子的十大弟子跟 这个佛陀的十大弟子 一定都不是一般人啊 至于是什么来历啊 我看就别研究了啊 我们现在念佛时间都不够啦 去个极乐世界都知道了 给子供说了 子供在批评人 只愿赐也贤夫哉 夫我责不暇 端不赐你很贤德的嘛 我是没有贤功夫去批评人 我们真的去对峙自己的贪嗔吃慢啊 对峙这些习记啊 就知道不简单 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去对峙啊 都不一定对峙的得利哦 好 宏一大师 编了一本书来的佩玉篇 包含刚刚给大家念的这个 杭经川先生 说的 客客检典自家病痛 这也是宏一大师 极录的 从格言连臂里面呢 挑精华 编成格言别录 这些都是处世的 智慧涵养啊 佩玉篇第一句话就讲 这一位读书人呢 二十年 至于怒至 上位消磨的静 以示之啊 客己为难 他对自己的 愤怒啊 称恨心啊 挂了二十年 还没有调服干净啊 所以知道客体功夫啊 不简单 好 所以我们 假如更认知到啊 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功夫要下 我们就会觉得 还是不要去去看人家的故 去批评别人 去批评别人 那 甚至于 我们呢 高度警觉 提醒自己的 一言一行 对照经教 随顺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我们只要没有这个态度啊 我们说不随着自己的习气做事啊 不大容易 好 所以我们 这个 想起老上教会到了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这是我们的初心啊 这个初心怎么具体做呢 我起心动念一言一想 提醒自己都要一经教 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我们才能守住我们的初心呢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